白菜的这种做法真的是太香了 在我家那是一天吃三次都吃不腻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白菜的新吃法 在我们家特别的受欢迎 每次大餐过后都点名要吃 所以打算分享给大家 用擀面酱把白菜敲打上二三十下 这样子口感会更好 接下来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大家都知道,没有打过农药的白菜 特别容易招惹小虫子 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虫卵和泥土 所以清洗这一步则显得尤为重要 水中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的小苏打 搅拌一下,让食盐溶解 把掰好的白菜叶子放进来 先给它浸泡上十分钟 我们再来清洗 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平时买到的很多白菜都会喷洒农药 而小苏打可以去除农药残留 所以白菜叶子我们需要每一片都认真地清洗干净 接下来准备一口小锅 准备五颗清洗干净的鸡蛋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把鸡蛋煮熟 接下来准备两袋新鲜的金针菇 金针菇是甲醇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 所以我们需要在水中加入两颗的小苏打 搅拌至溶解 然后把去掉根地的金针菇放进来 把它抖散浸泡上15分钟 这样可以降低金针菇中甲醇的含量 平时买金针菇的时候一定要买新鲜的 发粘的千万不要购买 一根胡萝卜去皮之后先给它切片 然后切成细丝 装盘备用 然后再准备两到三根的小香葱 把它切成葱花 三根绿色的杭椒去皮 切成辣椒圈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来上几根小米辣 同样也切成辣椒圈 把切好的这些小菜码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头大蒜去掉根地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然后给它倒成蒜泥 加入食盐 使倒出的蒜泥更加的粘稠 而且不会溅汁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锅中水开之后 我们加入一小勺的食用油 开大火焯水两分钟 食用油 不仅可以保持白菜脆绿的颜色 而且焯过水的白菜 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滋润 时间不要太长 这样白菜吃起来 也会更加的清脆一些 然后放入凉水中 使它迅速的降温 这样白菜叶子 就不会长时间的高温 而导致发黄 然后控水捞出 然后再把胡萝卜丝焯水三分钟 这样可以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 焯熟之后 把它控水捞出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由于金针菇中还有甲醛 我们需要单独给它进行焯水 水开之后煮上三分钟 然后捞出控水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把白菜撕成细条 拌白菜尽量不要用刀切 因为用手撕出来的白菜 切面不规则 会更容易入味 而且不会破坏它的鲜味 而且不易出水 口感也会更加的脆嫩 白菜撕好之后 放入萝卜丝和金针菇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小料 一大勺的蒜泥 一勺辣椒粉 一勺增鲜的白芝麻 然后淋入滚烫的花椒油 迅速地搅拌 让它们受热均匀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增鲜 两大勺的山西老陈醋 一大勺生抽体味 一大勺的蚝油提鲜 再把切好的这些小菜码放进来 用勺子把它拌均匀了 然后倒入拌好的料汁 拌凉菜的时候 像我这样往里搂着拌 这样拌出来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让每一根食材都包裹上酱汁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 拌匀之后我们装入碗中 压紧实压平整一些 然后准备一个盘子倒扣过来 取下小碗 把煮好的鸡蛋切成小牙之后 绕着盘子摆上一圈 想吃流心蛋的朋友 可以缩短煮至的时间 一盘营养美味的凉拌白菜就做好了 进入深秋 很多人都在贴修标 大鱼大肉会吃的比较多 总是会感觉有些油腻 所以一定要搭配上这样一盘凉拌菜 做法简单 营养丰富 简腻又解馋 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哦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试哦 点击关注 查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好